在KPL赛区都有很多不错的发挥 所以说算是两个非常熟的老朋友 这次又要拔刀相向了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的残酷性就在于 其实两只资格赛的常客 一定是会有一只队伍继续留在K甲 所以今天希望两只队伍都能够全力以赴 进入到第一局BP 蓝色方 郑州MTG 红色方 XYG 先搬掉鲁搬大师 然后 XYG 反手搬掉了赵怀真 再搬太矮真的话就要看XYG搬不搬大桥了 如果XYG把大桥搬掉的话 郑州MTG会在夏侯敦和孙并当中做一个选择 没错的 目前看来的话夏侯敦在弹野的一个强度 还是非常高的 并且这个英雄其实也具备一定的摇摆能力 夏侯敦是在赵怀真上到班位之后 强度最高的一个弹野了 看一下XYG的一二手 沈凤希 当前版本比赛服的沈凤希 还是没有同步我们正式服9月6号 有所调整的沈凤希的 对 他的大招还是按时放的 简单说就是说 跟我们KPO总决赛的版本是一样的 对 沈凤希加上孙并的组合 郑州MT非常需要一个异星来固定战场 跟孙并玩一下拉扯 那这样的话是戈亚加上异星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阵容组合 异星版本框住之后呢 戈亚扔出组合 黑茶宝蛋 这样的话固定战场 包括在伤害的一个加乘方面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 对于孙并阵容的课程 现在XYG他反过来 在第三手有两种选择 一种要么就是出一个打野 要么就是直接把加罗给亮了 他们选择在打野位置上 先做出一个孙并加凯的组合 那这样加罗这个点的话 郑州MTG会给他扳掉 给戈亚去做一个对线 因为MTG他的优先级和我们收到的一样 一定是会往小九这方面的大核心去侧重的 所以在二轮班位大概率会处理一下袖斗 能够对线戈亚比较舒服的一些英雄池了 然后XYG搬掉了张飞 这样的话会让沈萌西这个点位 在中期两件套的时候 他的Poke伤害对于CV的限制拉满 把一个护盾一个续航给搬了 让沈萌西的发挥 让他的作用达到最大化 而郑州MTG是搬掉了今晚的失分英雄之后 把一个针对戈亚的射手给搬了 来看一下XYG要把什么放在康腾位了 先出狂铁 狂铁这手拿完之后 郑州MTG你剩下的几个边路跟他都没得打来 对 因为从对线的角度来说 能压狂铁的战边非常少非常少 对 这局他可能要考虑一个关羽了 要考虑跟戈亚一心这三个点 围在中路这一块去抱团 避开和狂铁的对线 曹操 如果是曹操的话就有一些硬刚了 之前我们看到曹操上场的时候 通常都是亚连出来 用曹操去跟亚连踢一下 其实优势还是蛮大 因为曹操在改版之后 他的拉扯能力啊 包括轻线能力各方面 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提升 最后一手给小九选了一个明世影 那下路二人组的强度其实挺高的 非常高 这个组合以XYG的孙并和孙让翔而言是打不过的 然后XYG这个点位呢 有一个点会让郑州MTG的中期 作战能力稍微的削弱一点 就是他的这个肉凯外加一个孙并 因为大家知道 戈亚这个英雄他属于多段伤害 而凯的格挡呢 其实在中期一个阶段里 戈亚有点打不动他 所以说又有孙并的一个加成在 所以XYG其实在中期一个阶段 他的一个前排的坦度是够的 两支队伍的第一局BP已经锁定完毕 郑州MTG呢 给阿怪选到了一手霸道的力量 但是他们其实中单和射手这两个英雄 会让他们的打法在中期进行一波抱团 那么对于XYG来说 有着孙并加上沈蒙希希浩体系 他们可以利用拉扯来和对面打一个迂回的战术 郑州MTG这套这种的话 它是一个戈亚异性在中路抱团打架特别厉害的 包括转图速度上面其实也 因为有各亚存在的关系是不需于孙并的 对 而XYG它这个点的话 虽然说是孙并沈蒙希具备着很强的消耗能力 但他们这套这种有一个硬伤 就是开团能力有所欠佳 对的 而且流人的属性相对较差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开团 顶多就是孙并扔个大招 然后狂铁冲上去 二只能砸一下 击飞那一下 剩下的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开团能力 只能肉身冲上去开团 这个跟正主MTG的这套阵容的固定战场 以及拉扯相比的话 可能要稍微的逊色一点 对 稍微可能会被克制一下 因为主动权会在正主MTG这里 毕竟我掌握了开团的先机 我可以让异星去开 或者说让夏欧敦大招定进去 定一个异星再接 还有戈亚的黑铦爆弹也可以用来开团 而XYG它只能就是我见面的时候 孙并一个二技能跟你拉扯 看看能不能把你异星大招给骗出来 骗出来之后 然后再利用孙并的下一个二技能 去做一个进步 简而言之 关键技能 关键属性 关键开团点 只要你交了 那可能孙并体系占优 但如果说你在交之前 就已经被它框住了 那可能你被打掉点之后 那结果就不一样了 就相当于两边那个开团点 其实是开启战场的第一要务 这是博异点 博异点在异星和孙并之间 对 那这个就涉及到异星会不会闪现开团 进入到两支队伍的第一局比赛 蓝色方 郑州 MTG 红色方 XYG 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 交给观众朋友们 全军出击 好 好 可以看到刚才是把 戈亚先扔到了中路来 抢到了一波献拳 二路解说助阵2024年K票 春季临时席位资格赛 现在打开直播间 B站梦泪 斗鱼伪装虎牙迷路 陪你一起看比赛 为精彩赛事打call 感谢我们二路解说的陪伴 也感谢现场观众朋友们 对于场上选手们的支持 像戈亚和明世尹这个组合走中 是现在射手路走中 很多箭的一种存在了 没错的 看一下哥亚这边 转线的速度非常的快 对 就是利用你这个转线速度 来再去帮助编路 去拿资源拿线权 然后这波可以带动着 一心一起再回到中路 对 而且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沈蒙恩下而言 有点亏啊 因为他前期是属于一个 拿线权比较有优势的一个英雄 那这么一来的话 可能说自己的线权就 一时半会儿 两波兵线的一个线权 是拿不到手里的 是的 现在看双方下路双人组 对这个赤甲的博弈 拉进草里面 躲一下仇恨 但是那个血量没人去打了 伤害差了一点 中路河道之灵 是被迷途一个逞击给拿掉了 中路MTG这一局在局势上 对于中轴视野和河道的 掌控能力是很强的 目前看来 左上翔赤甲空刀手 可以 目前看来的话 正座MTG他们在中路这一块的 一个掌控力会更强一点 你毕竟夏侯敦这个英雄前击过于强势了 对 而且换句话说 SYG这个阵容它不到四级其实也不怎么好打 整体的阵容属性的机制 起码到四级之后才有一个质的提升 对 其实两边这个阵容我感觉尤其两分半四级的这个时间 应该是他们开团的一个关键点 包括我们前面在BB上也分析到了 其实对于郑州MTG来说 他的一新的关键开团就是和对面孙病拉扯的一个资本 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你 匡到人之后能不能杀得掉 看这波闪现给大招 留了个孙病 其他人感觉按时间上来算的话是不会去打他了 伤害也不够 对 这波原先他应该是想匡省梦西的 结果没匡到 他并不是那种闪现过去给二技能再给大招的方式 当时二技能用来清线了 对 我觉得这局前期在龙团之前应该会过得比较和平啊 两边战队的阵容啊 都是有不错的一个拉扯和容错率在的 对 但是情缘因为这波把闪现交完之后 等一会儿50秒后刷新了这条龙的时候 一心没有这个闪现的存在 他的留任能力就并不是那种最强势的时候了 反正得看迷途这边能不能把人留住 或者说提前把视野站好了 对 但现在的话下路线权上 郑州MTG还是可以拿的 XYG提前卡住了河道位置 刚才小九的心率 一如既往第一场比赛上来直接145 因为这一场比赛确实很关键吧 刚才跟说赛制的时候跟大家聊了 先赢下的队伍呢 可能说在整个三天的比赛当中啊 将会占据到非常不错的优势 对 九月这里过来先帮忙一下 帮一下秀斗拿个线权 给他卡了个视野 线权拿完之后家里的蓝是刷了 而这条龙马上又刷 上路阿怪是有线权的 可以先紧婉一步传下来来打这波团的 但紧婉手里面捏了个闪影花 而且中轴的河道士也先被MTG占助 能不能把龙先拿到来平成 最终龙是在夏侯顿的手中 过来一点一点打 夏侯顿用大招位移离开 一心的也框了一个反手的大招 无视发生 两边在四分钟的这一波龙团 其实都是一个正面的四打四 但是MTG这个成绩控得很好 还是稳稳地把这条小包军拿了下来 就可能第一局刚上来 大家都是比较的谨慎 小摩擦 对 都没有那种下死手的团战 但是景师这边依然是占据中卫 来看一下黑沙宝带能不能杀的孙并 差一点点伤害够了 戈亚拿到了第一滴血 这是刚好借着有红buff的一个 黏人能力配合大招 是收掉了一个带治疗的孙并 毕竟不是一手进化孙并 被开了那是没办法走的 但在这一局当中 他也没有其他召唤师技能 去做一个选择了 毕竟对面有一个异星在 但是随着刚才一血的诞生 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局势 出现了短暂的小失衡 下路的献拳 MTG可以做优 那这样的话打一个中路转下二 然后进野区的一个思路 其实不错 再留 毕竟这个大招是隔绝了一下 后面的支援 然后刚才警示沈梦西的 综合爆款大招 也成功地扔到了正转MTG的多人 血量压低之后 就没法再进这个篮区了 把MTG整体的状态给压残之后 其实他们就不能下路拔完防御塔 再往中路进行一个压境了 所以现在中路 尤其是上半途河道的视野 全部主动全掌握在XYG的手里 今晚也是同样的把这条线给带了过去 那么相当于两边是一个边线 第一座防御塔的互换 我感觉今天这局比赛 双方更有一种在试探的一个感觉 因为确实交手的次数也不是特别多 迷途探草交大先走另外一边 今晚开大招闪先留着不交 是的一点一点拉扯 家里有孙病在还是比较自信的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冲突的话是XYG这套阵容更愿意去看到的 他们本身就以消耗为主 你既然一波团开完我的人状态没掉直接反手打个日清 是的来小后盾砸进来一心在这身抬到两个 虽然他学来非常的惨被戈亚先收掉 看一下这个位置 XYG翻滚留了一下戈亚 是的戈亚也阵亡了 曹操想进场 看一下霸道的力量 被孙病拉扯开了 哎这个位置狂帝二连击破 XYG交闪现先跑开回头丢个大招 再给高二一再翻滚出来很灵活 但曹操不想送你走啊 给上一刀收下XYG之后还要再留 很能打回头 坚持了太久了 他的大招时间结束了 是的 没有办法去回复自己的状态 这一波团战以XYG入侵红区成功 且打了一波多人小规模团战的胜利 再直接把中路一塔给推掉 那这样的话XYG就很赚了 本来是一个双边线权的一个互换 然后呢现在XYG在一波进攻打转了之后呢 他拔掉了中一 那这样的话在中路的线权方面 其实郑主NPG想出来战事业 压力就会非常大了 对 刚才那一波团战就是他们这一局当中 两套阵容的一个折射出来的效果 当郑主NPG开团 两个人一个异线一个哥亚 他们的大招没能够留住人之后 那进入到XYG阵容的一个强势点 他们的损柄通过拉扯 可以让你曹操的输出打不满 然后可以让像狂铁和凯 这样的一个有具备续航能力的英雄 持续作战一下子非常的强 找到了解踢思路 对吧 XYG呢在拿到一些优势之后 我们看到他们的经济差异开始小幅度的拉开 这一把的情缘经济放的也是特别的厉害啊 继续知道了你红buff刷新的时间 四个人往前压 想先来骗 要骗一下异星和格亚的大招 你大招不交他们就不进了 所以说现在情缘的大招啊 可以说是开启团战的一把钥匙 对 这个团战你开了大招 正着MTG上去打 你开了大招开空了 或者说你没大招 XYG上去打 来就冲接 自己又红 两边射手都有红 简单拉扯一下 但是格亚这波推进太快了 小明跟不上 而且我感觉秀都刚才是有预谋想反打一下 如果说他的暴击伤害够的话 在后期啊 这个时候格亚还是很危险 毕竟刚才链子也断了嘛 相当于是格亚一个人冲过去追这个苏让香和孙斌了 孙斌手里更何况还有个治疗 是某星天给一颗雷消耗一下龙还是下沃敦的 是的 一星大招交完了 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XYG有可能会借助着 龙斌的一个推进啊 尝试着去进攻野区或者说再给一些压力 打到这个局面上的话 XYG现在是一个很好打的情况了 首先狂铁 对一位曹操已经领先1000多了 苏让香这个点 虽然说经济落后于格亚很多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后期能力的比较强的射手 所以现阶段他们要做的就是发育 等到苏让香什么时候跟格亚经济持平的时候 XYG才会真正的去跟郑州MTG正面起碰撞 他们现在都只是在拉扯 对就是打逼那种生死团 因为可以看到在双方经济的一战比上 先夹一波 找到了机会 格亚这个位置有点难走 挂上了随便的一几刀 但是还是能够不断的拉扯开 名声给了一把关键的黄链 这就体现出了XYG阵容 其实流人上的一些短板了 因为郑州MTG总体刚才血量已经非常不健康了 后续的话流人技能没有能够及时跟上 他们选择开团的那一个地形非常的好 正好是景婉和九月一左一右夹过去 把小九夹在兰巴夫外面那一个弯弯绕绕的地方 然后景氏还给了一颗雷 伤害上是都已经打足了 但就差那一点点流人能力 而且我觉得XYG开团我算是搞明白 根本不需要控制 顺便二级能一开 就是硬冲 凯和狂体就往里扎就完事 对吧 能把这个格亚给冲掉那就转了 冲不掉的话呢 后面利用孙宾的拉扯 看能不能再出来 这个孙宾的二技能就像开了奔狼一样 直接往前人堆里冲进去了 现在已经来到十分钟双龙刷新的节点 两边对抗路都在上路带线牵制 侧面的话中右草是九月 一个人用肉凯先把视野挤了出来 其实现在MTG也得稍微拖一拖 因为目前去这个阶段去打团的话 未必能赢 胜率呢 没有超过55% 只能说正中MTG找机会吧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狂点在上路落头带线了 如果要去接这个团 得尽快 是的 因为上路的兵线压力已经给到 但是XYG看到正中MTG人过来之后 立马散开 散开之后再回头 然后让紧婉把兵线带到塔里面 紧婉撤退 正面的人开始 倾线 就这样正中MTG被拉扯的很难受 他不知道到底是去带线 还是回过头来这条龙街团 三道选择体 守龙还是去青线 还是去守篮区 这些都是在正中MTG的选择范围里 狂铁传了下来 而在沈梦西的这颗雷砸下去之后 消耗掉了情缘的状态以后 狂铁落下来 那整个团战打起来的时候 XYG会很有优势 是的 看一下这边一星开启了大招 但是正面战场他们有点扛不住了 龙也被孙上香拿下 看一下红须 郑州MTG的血量都非常的低 情缘和久凡已经瀕临阵亡了 这一波十分钟暗影暴君 XYG的牵制做得非常好 不同的四一让阿怪 尤其这个曹操在边路 要陷入一个两难的抉择 因为郑州MTG他只有一套 你一星开完大招或者曹操进场 你就只能顶着那一套 把对手打掉点 如果说打不掉点的话 很可能你这几个单位在里面 就像白板一样 没有任何的控制 也没有任何反手 就在里面被消耗致死了 从这局呈现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这把情缘有点被九月卡得很死 我所看到的是九月这个凯 他每一波都是会卡到情缘前面 让你的大招尽可能的 框不到苏小香和什么东西 你要框只能框这个凯 而凯被框了 我开个大招顶个八秒钟 你个戈亚是打不动的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其实紧失的一个消耗能力 从他跟一星的一个经济差 就能看出来 他现在消耗属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特别是打到一些 没有魔抗的单位 比如说像一星 或者像戈亚 都很痛 XYG占据河道的绝对优势 直接想开双龙 这条暗影主宰拿下的话 凭借龙斌的那一条路 加上暗影之境10%的减伤 应该是想磨一下郑州MTG 双边的一个高底 冲进来 孙并先给一个大招 凯在旁边 先看一下视野 不着急 继续运营上中 两路樱线 但刚才小九已经做出了一个 关键装备破晓 其实他现在打XYG的前排 已经有一定的输出能力了 从实施经济的排名上 我们能够看到 其实小九发育的还是不错的 确实是MTG的队内大哥 但是他的经济 却还没有一个切边 狂铁来得高 因为这局狂铁一直在做代线牵制 他的一个经济 其实也不低的 正面有龙斌想硬压 但是侧面 曹操已经找好了绕后位置 什么些又把雷扔到了一星脸上 一星现在身上是有大招的 但是却没有一个很好的释放的时机 下路铺设了暗影之镜 孙上香尽可能地先消耗掉迷途前排的血量 曹操已经被狂脸找出来了 是的 那这个位置绕后就有点不成立了 正面正常冲进来 凯 一个人卡住了四个 孙上香跟一点伤害 孙上香 先拉扯 现在戈亚的话 给到了黑沙包弹先把龙斌清掉 中路还有一波 主宰先锋 这波可以不压了 直接回去整理一下野区 然后等着60秒后刷的这条暗影暴君 拿下即可 XYG这一局的迎面应该已经非常大了 我觉得今天这一局 其实就打了一波团战 就是那部XYG进红区 从那波进红区拔掉中一之后 整体的节奏全部在XYG的运营思路里了 这就是赛场上的一个蝴蝶效应 其实前中期的话 正常MTG因为下路有一个对线优势 他们是掌握着中下半途核刀的主动权的 但是中路防御塔一旦一破 也就意味着其实MTG的双buff区的视野 对XYG敞开了 对 回到正常MTG怎么赢 这个思路上 再留 又来 你是真肉 9月扛了很久 看一下异星 异星现在大招也交了 状态也不好 那这个位置虽然像有点无敌啊 看看情况 对 沈木星再消耗一下 把上路的高地血量压低 14分半的时间 XYG是没有任何人员的阵亡 磨掉了两座边路高地啊 然后红buff还能再顺手反掉 这一局正常MTG想要找机会 难度有点大 我觉得他们想赢的话 应该说想赢的方式 得小9和9凡从侧边 冷不丁地一下 偷到秀斗 才有机会 刚才那波秀斗 差点把情缘的伤害给偷了 我发现XYG这一局 就盯着一星这边去做限制 只要你状态压低 只要你没大招 那这波团战 XYG的拉承力力 就是比正常MTG强的 但是换句话说 如果说一星没有被限制到 然后一星框到了孙上香 然后接下来的话 曹操夏侯顿啊 然后戈亚往里进 那这个效果 团战效果大家也能看到 MTG这边也是很猛的 但在这一局当中 我们就没有看到那样的画面 你看一星又残了 这有发现XYG 凯 沈梦希 包括狂铁 全部在丁情缘的状态 就卡把你状态打残 冲上来 看这个拉开到 是的 戈亚冲到了后面 但是被狂铁 找到了机会 这个位置 虽然香 数据环境还是非常的不错 随便台下带曹操 找到了合适的机会 击杀掉了就到了 但是后续怎么处理 一换五的团战 中路有超级兵 马上到 XYG 成功地拿下第一小局 恭喜XYG 1比0先下一城 这一局我觉得 对于XYG来说 就是拿捏住了 郑州MTG开团的一个精髓 只要限制住了你一星前中期的血量 你的开团技能出不来 那么这个攻守的先后手就不一样了 要转换 攻守之后 其实就从一星大招放完以后 会有一个转换 包括这一把上 因为秦源他一直在让经济给小九 就导致于他跟他对位的警师 经济差的很多 沈宏西中期的几波 消耗下去 每波都是盯着一星去砸的 就我们看到的画面当中 曹操有时候是绕好了位置 但是一星没状态了 他没状态就没有办法顶在前面 去给大招 被针对得很惨 对 说白这一局 九个人都在等一星的打 对吧 九个人都在等你 这位MTG那边在等什么呢 一星我等你框到随上枪 我们来把对面的射手给干掉 然后XYG等什么呢 等你一星框人的时候 我用孙病拉扯开 你一旦没有框到 好了 接下来的话 XYG打得游人有余 这其实两边四级之后 第一波碰撞 对于一星大招的一个纠缠 但是当后面 沈风希的经济 越来越高于一星的时候 他的消耗和一星的框 已经是不成正比了 一颗雷把你状态压下去 已经完全断了 郑州MTG的一些开团点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 郑州MTG他在选择曹操 去跟狂铁经营对抗之后 他并没有去帮曹操 你如果不帮曹操去建立优势 让曹操经济比狂铁高的话 就会出现这一局当中那种效果 狂铁一直压着曹操的线 那你这曹操选出来就没用了 其实从这一局郑州MTG 前期的一个布局 真的看出来 他是希望能让哥亚 在中期某个阶段 经济碾压孙上香 然后通过中期的团战 让哥亚这边很好地发挥 但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你放掉了曹操 就像刚刚黄超讲 你放到了曹操这么一个关键的点 你是死保射手 让射手这边塞起来 但是怎么说呢 一旦中期那一波 最可惜的对于MTG而言 就是中期那波 XYG入侵了那波红区团 对 那一波团战打裂开了 从那波团战之后呢 正转MTG就进入到了 XYG的运营思路里面 而XYG这一局 做得比较好的一点呢 是他的运营思路没断 然后掉点次数呢非常少 XYG我觉得他整体 对于今天第一局阵容的理解 是很清晰的 不仅是自己阵容的一个打法 中期依靠沈盟西的 累去消耗血量 然后依靠孙并的拉扯 开始跟对面打一个 很迂回的战术 而对于正轴MTG来说 确实他在对线上 依靠着小九和九凡 大家记得 开局第一波下路的防御塔 是正轴MTG先破掉的 但是想往中转的时候 就被一颗神盟西的雷 消耗了血线 阻止了他们 中下两路的一个游走 这也是为什么 选到神盟西之后 尽量把张飞搬掉的一个原因 对吧 你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 铺盾技能了 同时呢 你蔡文基也没有 对吧 你续航也没了 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在班位上 BP上 他的一个思路 要把沈梦西当前版本 我觉得中单T00英雄 他的利益发挥到最大化 来看一下本局MVP 给到了今晚所使用的 狂铁单带牵制 分军经济高达788 这把吃钱吃得很爽 他这一把是XYG这里的 经济一号位 而且这个笔心的动作 确实也如XYG第一局 给大家带来的一个 欣欣向荣的气势一样 再次恭喜XYG先下一程 为大家准备了他们的 剩包语音回放 我们一起来听看吧 我三秒二 三秒二 可以整个二 OK 好近吗 稀吗 可以拉槽里面 我接你 准备打人 OK OK 开二了 你看二枪 拿到了 拿到了 大成一个 勾上来了 我这边接着CD 你们看我会拉 能来吗 狂铁 来来来来来 一撕一个 一撕一个 把瘦伤了 掉了 垂上了 走一起走一起走一起 我承摸他兄弟 我承摸他 走一起走一起 没事还有一段了 他就一段了 还有一段了 打打打打打打 nice 还有个大 还有个大 没事 星斩切完了 我没有治疗 你这样我会拉呗 我这边治疗CD 交散了 小明交散了 这边看一眼 这边看一眼 星斩来这边 砍死他兄弟 来 潮车 来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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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塔兄弟 中塔中塔 我有大盾有治疗 他们现在伤害不够的兄弟 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 OK OK 我还有个大 我们要下盖 等二上路线干他 等二上路线干他 别站一起别在一起 接我一下 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我接你 我大盾有治疗 他切不死 他切不死 别怕 切不死的 好 好 没事 没事 他们全力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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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潮车 来潮车 好